终于知道韩国女生为什么这么疯狂的追求油腻水光街了 这个长相正常田中等的韩国女生来到医院求助 因为她受够了自己的扁平脸 女生24岁大学毕业不久 韩剧里的大学校圆田田的恋爱罗曼蒂克的氛围 然而这些女生都没有机会经历 因为她的长相不被认可 女生从小就被周围人攻击长相 扁平的面相让她成为同学口中的东南亚人 进入大学校圆后 女生鼓足勇气参加联谊 期间的确有男生过来找她搭讪 但并非是欣赏她 而是觉得她看起来不像本国人 受此当今女生越来越自卑 不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为了改变身边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 女生决定待矫正器调整嘴型 结果就是再次被打击 无奈之下女生只好来到医院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看到这之下感慨 韩女能在如此苛刻的大环境下生存 真的很不容易啊 说来讽刺在 就大多数韩国人看来 太过扁平的长相等同于异类 受这些闹包影响 韩女们疯狂 往自己脸上打高光 或者直接上医院镀脸 为了就是改善扁平缺陷 向西方看齐 但他们却忽略了亚洲人的一大相貌特征 就是面部扁平 最主要的是 他们打心底看不上的东南亚人 极有可能就是他们的祖先之一 2009年国际人类基金会 在美国学术杂志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上面写道 现在的韩国人有超过70%的DNA 与国间破绽人士进行关系 换句话说 韩国人的祖先其实就是东南亚人 自己疯狂DNA的种族 其实是自己的祖先 这滋味着实有点奇妙啊 韩国的容貌焦虑 已经疯狂到 把老师的颜值和教学质量挂钩了嘛 说这话的女生 今年22岁 是一名预备艺教师 只不过对于即将成为人民教师这件事 女生内心十分恐慌 因为她出生在一个颜值及正义的国家 女生五官有一个硬伤 下巴过长 也就是俗话说的绝下巴 绝下巴不方便 咀嚼不利于消化 张嘴幅度过大 还会导致下巴脱臼 这对女生而言 也非常痛苦 但更让她崩溃的是旁人的眼光 读书时 班上的男同学 会抓着她的下巴进行嘲笑 关系这样好的朋友 也会故意Q她的下巴来活跃气氛 可即便如此女生 也不敢反抗 因为她害怕自己被孤立 九二九只女生便养成了 随手捂下巴的行为 和人交谈时 也会不自觉将下巴藏起来 此前女生曾在前去中医院进行矫正 奈何结果并不理想 花了大量信息 脸却更歪了 如今女生即将毕业成为一名老师 考虑到韩国这个舆论大环境 她再次鼓起勇气 找到了度脸且权威医生进行调整 好在这次结果是理想的 医生团队林叶加班 女生制定出最合适的方案 经过数月的恢复期 女生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林带着整个人都自信了起来 说话不再捂着下巴 而是大大方方和朋友交谈 哎真的很为女生感到高兴啊 这一路走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不开玩笑 韩国的前后辈文化 真的不能灭绝吗 这个被前辈发难 也不敢反抗的女生 名叫敏智 而她之所以得到如此待遇 仅仅因为她长了一个长下巴 敏智的下巴科严重不对称 连带着面部也不对称 又因为这下巴竟是困难 这些年来敏智生活得非常辛苦 为了让自己身体能舒服点 敏智习惯遏制肚解 实在忍不住就有喝水冲击 关键是敏智不仅仅因为身体上饱受痛苦 心理上也备受打击 读书的时候 仅仅仅因为和学长对上了眼神 后者直接冲上满摔她的饭碗 甚至当众嘲笑她的下巴 对她进行言语威胁 敏智花了很长时间劝自己释怀 就在她快要成功时 又遇上了无良寒男找茬 敏智不是没有想过寻求医生帮助 但是她的经济条件太差了 实在拿不出多余的前进行手术 很长一段时间里敏智不敢与人交际 不敢参加集体活动 比较幸运的是敏智被选中 成为韩国top级整形医院的帮扶对象 所有费用全面 就这样敏智祭坦特有期待地 踏上了这场变美之旅 要不怎么说韩国是杜烈的天堂 这手艺杠杠的 得到敏智再次出现在镜头前 如同换了一个人 非常的惊艳 医生团队不仅给敏智矫正了下巴 还改善了她的略显下垂的眼睛 由敏智自己的话说就是 以前照镜子是为了检验牙齿上有没有沾东西 现在照镜子纯粹是为了欣赏自己的美貌 看到变得越来越自信的敏智 真的打心底为她高兴呀 谢谢大家